今言篇第七章 我而,你要持守我的训言,把我的戒命藏在心中。 你要遵守我的戒命,好叫你得以生存。 应确守我的教训,将保护你眼中的同仁。 应将我的戒命藏在指尖,刻在心上。 应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并应称睿智为你的女友。 好能保护你远被艰苦,即那甜言物语的淫妇。 我曾由我家的窗口,透过窗格往外观看。 分明看见在愚昧人中,在少年人中,有一个无知的少年。 沿着淫妇屋角的街道经过,向她的住宅走去。 那时正是黄昏,日以西沉,已入有黑深夜。 看有一个女人向她迎面而来,她身穿妓妆,全心不轨。 她见谭浩荡,不能停留家中。 一会在街头,一会在市场,在每个角落上兜搭。 她岁上前拥抱那少年,与她接吻,稀皮少年对她说。 我允许过愿,要欠和平祭,今日才得偿还我她的愿。 所以我走了出来,好能与你相遇。 我急切尋找你,可好现在我见了你。 我的床塔已铺设了永坦,放上了埃及的线秀我丹。 又用抹药奴会和玉柜分了我的睡床。 来让我们通宵达旦,饱享爱情。 让我们在宽爱中尽情取乐。 因为我的丈夫现不在家,她已出外软行。 随身带了前囊,不到月圆不归家。 任苦用许多花言巧语拢落她,以浅然微语勾引她。 少年谁跟她去了,好像一只引入图场的公牛,又像一只自陷圈套的卯鹿。 直至战尺射穿她的心肝。 她还像一只跳入罗网的小鸟,不知这与她的性命有关。 现在,孩子,你们应听从我,留意我口中的训言。 不要让你的心倾向她的道路,不要误入她的迷途。 因为她使许多人倒地身亡,连最强健的都作了她的牺牲。 她的家是通往阴府的大道,是引入死境的邪波。 请不吝点赞,连最低快选。 请不吝点赞,连最低快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